针对新版本地图引发周边多个国家的强烈反弹 中国官方却丝毫没有在意 中国外交部今天在被媒体追问时强调 中方发布新版地图只是在行使主权 要各方冷静不要过度的解读 8月28日中国自然自愿不发布了2023年版标准的解读 这是中方依法行使主权的立行星座 希望你们方面和官党先看看 不要过度解读 除了中国外交部试图淡化争议 官媒喉舌央视还播出了这个新版本地图 在北京发布展出的影片 不过对于新地图所引发的争议却只字未提 除了涉及我国的南海争议 这个新版地图也将中印边界的阿鲁纳查省 和阿克赛清地区列入了中国的领土 让中印这两个亚洲大国的领土争端 再次浮上台面 最终的政治性 严密的科学性 和严格的 中印象的规定性 对于新版本地图有关于我们的一种 对于新版本地图的 严密的科学性 和严密的科学性 感谢观看